近日有港男發文指自己在單親家庭長大 由於媽媽學歷不高,只能夠做男嶺,每日早出晚歸養家 後來母親或給她較好的生活,毅然轉到地盤工作 一做就是十年,雖然收入多了,但經常因為勞損過度傷及筋骨 後來樓主畢業,選擇了某份相對輕鬆的工作 但早前因為疫情失業後,不想無所事事,就跟媽媽到地盤工作 她原本以為自己一直有健身應該能輕鬆應付 無想到連三包水泥都推不動,需要母親幫忙 體會過地盤工作的辛酸,她終於明白母親為了養大自己 在地盤工作十年是何等偉大 當媽媽在五線時間問她夠不夠食時,她更激動流下男兒女 她的經歷也感動不少網民,也有人認為樓主這番體驗是非常值得